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了每週的穿大來人包時間了 今天到底要穿什麼呢 大家記得一定要先按讚 並且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你們最喜歡這週的哪一套服裝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同款的衣服哦 那麼有抽到的 記得一定要私訊到我的粉絲專頁 這樣我才可以把衣服寄給你 那有收到的話呢 也請給我一個回覆哦 我覺得我非常不多說 來看一下這週的穿大來人包有什麼吧 按摩コン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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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網絡 是不是覺得最近天氣忽冷忽熱的很討厭呀 雖然說下午比較熱一些 但是最裡面如果搭一件偏薄的內搭 熱的時候不會太熱導致流汗 冷也能多算一層防風保暖的 而且黃藍搭配一直都是穿搭的經典 長版的外衣也可以擋擋腿部以免受涼 新的一年來啦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紅色一直是能代表著喜慶歡樂的顏色 不過選擇深紅或是早紅 可以帶給人一種更神秘性感的感覺 黑色上衣的燈籠袖設計也能讓整體緩和許多 這週約會不妨試試這樣的穿搭看看吧 有時穿搭只要很簡單的搭配 就能打造優雅卻又有氣場的感覺 這種造型的格紋通常都會讓人有氣質的氛圍 尤其再加上西裝外套的話 真的看起來就會像是剛柔餅級的樣子 女生人常常覺得穿搭要這個禮衣這個外套那個裙子的 如果想輕鬆一點的話 只要找一件同色系的上衣和吊帶褲 就能輕鬆出門囉 而且這次選擇的吊帶褲的布料也算偏厚的 不用擔心怕冷喔 喜歡黑板穿搭又不想太一般的話 雪原風也是很好入門的一種款式喔 除了好入門外也是今年流行的款式之一 最後搭配鮮艷的帽子還能更鮮艷喔 如果怕上週露件的款式顏色太跳不敢嘗試的話 那就先從最簡單也是最基礎的 上擺下來來做穿搭吧 一樣讓你回頭雨200%喔 今天想舒服休閒一點就這樣穿吧 葛溫內搭和素色毛衣一直都是穿搭妙境 感覺穿這樣出門踏踏輕也是很不錯的選擇呢 哈囉不知道這一週各位最喜歡的是哪一套呢 如果有喜歡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的影片按讚 並且在底下留言跟我說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套 就記得推出了同款的服裝喔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 考上迷到的視頻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